最近相似糟糕 但是要抹点木炭 买的话又太贵了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自己烧炭 先弄点红尼巴 弄点水给它发起 我们把棒棒菜 对着这个样分就差不多了 里头是粗的 外头是细的 弄来的萤火菜 八八十十的 葡萄肉表面上就得很好 菜马好之后 我们用红尼巴把它给它敷衍 挖成这样子就差不多 我们在底下挖个洞 做个通风口 给我 做目前这个情况 效果是非常好的 你看这个火山的绳子绳子里 听得到香声不 这个火烧到底里 看到这个火的时候 我们要把洞龙来堵到 每个炭完害了 把自己烧成灰都尴尬了 来堵一半手 冷却了一晚上之后 我们也打开 成白再吃一句 看后有没有炭 我们的炭还是烧得非常成功的 虽然有些还没烧到 但是像这种 基本都是已经成了 坚持完 把它弄去烤肉 这种也不咋算是炭 我们这些含糊子 炭都加吃了 今天简简单单弄个小炒烤 吃一半手 今天肉化了真的新鲜 猪肉降价才买23 终于可以吃开心了 姜来一半手 葱来一半手 黄酒来一半手 酱油来一半手 腌来一半手 弄个软鱼 腌一会就可以开烤了 花边已经烧烫了 我们开烤 烤肉必须来点辣椒面 来加点生菜 哇 一半手 辣椒面也是灵魂 味道相当不错 关于这道菜我做一个集中的 小伙伴想烤的时候 可以去买两碳 我们就看烤了一天多 太备时间了